公元640年9月,武则天在洛阳正式登基,国号为周,改元天寿 自此,中国历史上终于出现了第一位,也是唯一的一位女皇帝 武则天也开始了他15年的女皇生涯 在武则天做女皇的这15年当中,做了很多很多事情 不光对当时的唐朝有着很大的意义,对后来的历史发展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除了武则天以外,其实还有很多女性执政者 只不过这些女性执政者,都还没有正式称帝而已 但相较之下,武则天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的贡献 要远胜过其他几位女性执政者 对于武则天的贡献,我们还得从武则天刚刚掌握朝政大权的时候说起 武则天原本是唐朝开国功臣武士约的次女 贞观11年入宫,成了李世民的才人 在后宫期间,武则天和李世民的第三子李治产生了感情 二人从此有了私情 李世民去世后,按照当时的规矩,武则天在李世民去世后需要出家为尼 但是因为李治实在是太喜欢他 所以李治继位后,很快又将武则天从寺庙里接了回来 并且纳为了自己的妃子 此后的几年里,武则天在后宫当中越发得宠 越发得到李治的宠爱 而且,因为李治刚刚登基的时候 受到老臣集团的制约,急需有人帮助他 而武则天当时则坚决站在了李治这边,得到了李治的认可 永辉六年,李治废掉了元皇后王室,改立武则天为皇后 而武则天当上皇后之后,也继续帮李治打压勋贵集团,彻底抓毁了皇权 几年之后,当李治终于彻底掌握了大权 自己的身体却开始逐渐出了问题 李治有严重的风急,经常头疼 所以李治此时急需一个帮手,帮他处理朝政,减少自己的工作量 但问题是,官员集团是他之前好不容易才打压下去的 如今再将权力分给他们,李治肯定不愿意 这样一来,之前一直跟李治并肩战斗的武则天,无疑就成了最好的选择 公元660年,武则天开始帮李治处理朝政,史称二圣临朝 武则天帮李治打理朝政期间,其实也和李治发生过矛盾 毕竟皇权这种东西,哪个皇帝都不愿意与他人分享 就算是自己的皇后都不行 李治曾一度想过废后,但最后还是被武则天巧妙地化解了 而且让李治更加的信任他 公元660年,武则天开始着手打理朝政 一直到公元6月83年,李治去世 这期间整整23年的时间,武则天都是以皇后的身份处理政务 在此期间,武则天也开始在朝中建立自己的势力 武则天很清楚,传统关隆贵族集团是不可能真正臣服他的 而且,关隆集团的强大也不利于他维护手中的权利 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武则天开始大范围启用寒门官员 让那些出身一般的官员有了身居高位的余地 并且开始紧紧围绕在武则天身边,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 公元6月83年,李治去世,太子李显登基 李显是武则天的亲儿子,所以李显登基之后 武则天仍然可以凭借皇太后的身份,插手朝政 对此,李显一度十分不满 打算任用自己皇后家族的人建立自己的权利集团和武则天争权 但这个苗头,被武则天发现之后,武则天果断出手 在李显刚刚登基55天之后 武则天便以太后的身份直接废掉了李显的地位 改立自己的另外一个儿子李淡为皇帝 能够直接废地,此时的武则天 权势显然已经达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地步 围绕在他身边的利益集团,也强大到足以完成这个目标 李显被废后,之后继位的李淡变得聪明了很多 再也不敢违背武则天的意思,老老实实做他的傀儡皇帝 接下来的六年时间里,武则天开始以太后的身份把持大权 同时大肆清除异己 尤其是那些对他不满的李家宗氏,更是成了他主要的清理目标 与此同时,武则天进一步提拔寒门子弟 比如历史上有名的狄仁杰,张俭之,姚虫等人 就都是武则天大力提拔起来的 这些人被武则天提拔起来以后 自然都愿意死心塌地地追随武则天 公元690年,随着武则天做好了所有的准备 洛王城内的各方代表开始主动劝禁 希望武则天能够登基为帝 此时身为皇帝的李淡也十分识趣 主动请求善位,并且提出能够被刺刑为武姓 在经过一番假意推托之后 武则天于9月初九正式登基 开始了他的女皇岁月 武则天继位之后,开始做出了一系列大改 首先,武则天将都城改为洛阳 事与原都城长安,则是被降为了陪独 长安是关隆集团的老巢 将都城迁到了洛阳 可以最大程度上避免关隆集团的撤走 其次,武则天开始极力推行科举制度 并且设立士官制度 科举制创立于隋朝 从出现的那天起,便开始对原有的士家体系 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 因为在之前的社会制度当中 国家一般实行推荐制 主要是各大士家推举人才 然后才能到朝廷当中任职 而科举制推行之后 则完全可以凭借考试成绩的优劣所观 武则天大力推行科举制度的根本原因 其实还是在于他想打压那些士家 重用韩文子弟,维护资深的权位 但不得不承认 武则天的这个选择 对后来的中国历史确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经过武则天大力推行之后 此后科举制就成了一个无法动摇的制度 中国历史上绵延千年的士家体系 终于开始彻底走向没落 在大力推行科举制度的同时 武则天还创造性的提出了五举 这也是武则天对中国历史 做出的巨大贡献之一 除了科举制本身之外 武则天大力推行的士官制度 更是对后来上千年的中国官僚制度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所谓士官制度 就是指选拔出人才之后 先给一个士用官职 如果能够在士用期内 做出一定的政绩再彻底转正 不得不说 这项制度真的是相当的先进 虽然不是武则天首创 但却是武则天首先全面推广 此后上千年里 很多王朝都采用了这种思路 通过科举考试进入官场的人 先给一个士用官职 然后再逐渐提升 在对外战争方面 武则天时代也取得了娇人的成绩 在唐朝历史上 李治在位期间 唐朝版图是最大的 但是李治在位后期 因为武则天一直忙着打压世家 朝廷中枢混乱 也就没有太多的精力 再去顾及边疆 所以丢失了一些地盘 武则天继位后 再次组织反攻 不但重新夺回了 之前被突厥占领的安西斯镇 而且开始以温和的民族政策 接纳不同的文化 如果说 唐太宗和唐高宗期间 唐朝是以纯粹的武力 震慑四方的话 那么到了武则天时代 除了强大的武力震慑之外 还开始改善民族政策 彻底将那些边缘地盘 纳入中央政府的管控 这对后世历史的利益 到底有多重要 实在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除了这些之外 在文化领域 武则天也做出了突出贡献 因为武则天大力推行科举制度 使得很多出身寒门的人 都能入朝为官 所以武则天在位期间 很多寒门子弟 开始越来越喜欢学习 这使得武则天在位期间的文化 也开始逐渐繁荣起来 留下了不少宝贵的文化财富 总的来说 武则天在位期间 确实做出了很多突出贡献 但同时 武则天在位后期 任用库吏 搞得朝政混乱 宠信南宠 任用南宠为官 这些确实也经常被后人所诟病 所以 武则天在位期间 应该算是功过参半 不过 武则天大力推行科举 大范围启用寒门子弟 实行士官制度 实行温和的民族政策 这些都是对后世有着积极影响的 这些贡献也是不容抹杀的